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儿 夜深了 您谈这北情 若是被皇贵妃听见了 朕疏走了 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连谈谈北情都不许了吗 奴婢不是这个意思 想想皇上 从中秋到现在 一次都没来过齐相公 从前他最爱听我谈北情 首先也只能谈给自己听了 怎么会呢 皇上对主一切如酒 并无怠慢 罢了 你也还算得利 就算真叔姐姐不在 奴婢也一定会为主 尽心尽力地办好差事的 他们都以为我没用了 还躁着呢 恭喜主 贺喜主 祝福哥生平位 都起来吧 谢命迷 娘娘 都下去吧 主啊 主如今是一宫主位了 可以自称本宫了 这永寿宫 虽然都是本宫一个人住着 但未曾封贫 算不上主位 这正殿呀就不能做 如今 也算是名正言顺了 怎么啦 主啊 不高兴吗 受了这么多委屈 成了主位 自然百感交集 不高兴 方才婉嫔和令嫔来谢官 封了嫔位 自然要谢皇上恩典 这婉嫔啊 无才无子 无非是因为是前邸救人的缘故 才得到了金风 令嫔呢 虽然得到过朕的宠爱 但是她平平无才 此次你被冤之时 她也极力求情 也算是有德了 嘉奖她也是应该的 皇上赏罚分明 说到责罚 金氏将为贵人有大半年了 这些日子朕一直不曾理过她 那皇上的言下之意 是要理会她了 这金氏啊 到底是皇四子 还有皇八子之母 也是第一个 嫁入大清的御氏贵女 这些日子 朕对她的责罚 对御氏王爷的敲打 也算是让他们长了记性 那皇上要赴金氏妃位 若是要赴妃位 朕也不肯的 但嫔位总是要的 否则 御氏那边修书来问候金氏 知道金氏 是没有收到朕的恩责 也会揣测 朕是不是 还对他们御氏王爷的失德之行 耿耿于怀 皇上的意思是 敲打即可 一直严惩就不行了 如意啊 如今 你已是皇贵妃 要以大局为重啊 臣妾明白 皇上 若金氏再有不轨 您要怎么处置她 不至于了 这已经对她做出了严惩 她也吃了教训 想必她不敢再犯 若是她再有越轨之心 朕也绝不容她 皇上有旨 词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贵人金氏 性行温良 端庄疏睿 敬慎居心 柔家为责 身位振心 父为家贫 亲此 是 谢皇上龙恩 这前朝后宫本是一家 家贫复位 皇上看的 也是她母族的面子 我啊这盼呢 能得皇上真心相待 而不是因为 这些什么旁的缘由 朱儿 令婢娘人来了 请她进来吧 请皇贵妃娘娘安 于妃娘娘安 淑品姐姐安 起来吧 坐 听说皇上付了金氏为品 她犯了那么大的错 不配复位啊 配不配 皇上自有定夺 令嫔怎么这般着急 是在担心什么呀 妹妹是担心家贫 再欺凌我了 虽然都是嫔位 可她是御师贵女 有母族帮臣 又会谋算 求什么得什么 不相妹妹 恩宠今日有明日无的 想求个孩子都得不到 罢了 再不满咱们也不能说 免得皇上不快 只能做个聪明人 把嘴闭上好了 好 皇贵妃娘娘 淑品姐姐 咱们可都是伤心人啊 淑品 你还年轻 孩子总会有的 你也是 是 其实皇贵妃正当盛年 也该喝些做胎药 以备有孕啊 子嗣的事 都是命中注定的 喝再多的做胎药 强求也是无用 也是 自从听了皇贵妃的劝啊 我这十分想要孩子的心 如今也淡了 这做胎药 我都很久不喝了 这天色也不早了 我也该先告退了 姐姐 那我也回去吧 那改日再来陪皇贵妃说话 好 主 今儿是十五 去安华殿上香最是灵验了 让奴婢陪您去一趟吧 春宅 这本宫吃了做胎药有些年头了 怎么一直没个动静啊 若不然就把药停了吧 这药是皇上赏赐给淑瓶的 咱们弄来啊已经不容易 若是不喝怕更难遇洗了 对 家瓶也向太医院求了做胎药 可仔细着 咱们的房子不能被他学了 那是 皇上赏赐的 总好过太医院赏赐的呀 主 放心 家瓶知道不了 好 主 夜深了 该睡了 我再画几遍 以前皇上来看淳贵妃 顺带也会看看主 自从淳贵妃失宠 您更是连皇上的影子都看不见了 如今您都封了平位 皇上也没来 看不见皇上 皇上也在我心里呀 主 你别再说话了 我正在画眼睛呢 你看 皇上的眼睛在看着我呢 你不太看不见了 快点儿 让我出眼了 快点儿 既然我比你更多